那我們要介紹一個新的層,叫反卷基層 反卷基層跟製編碼器 應該第一時間聽到你們都不知道在講什麼東西 如果你沒有預習的話 或者你對深度學習沒有特別了解的話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東西到底在哪裡做什麼 為什麼我要特別講 我們現在大家想一下 我們目前的模型的input 我們可以接受是數值 也可以接受是影像 那如果我們把類似心電圖這種東西 視為一種影像的話 那無論如何我們的這個 或者我們文字如果我們有特殊的編碼方式的話 文字我還沒教到,如何處理文字啊 那你的input你已經可以接受是任意的input了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就是input你已經 你的模型已經可以接受非結構化的input了 可是你的output 目前可以做什麼樣的output 你可以做 二分類 多分類 連續預測 存活分析 多個存活分析已經很厲害了 對不對 可是 你們有沒有想過 在某些情境之下 這個 這個你的output 你可能也希望它是一張圖片 這樣動過的意思吧 好那你說你output 希望它講句話這個 我們之後才會教到 但是 你可能現在希望你的output 是一張圖片 好那你要怎麼樣讓你的output 是一張圖片呢 這個 我們就需要把 我們就需要學習一些新的 東西來做這件事情 好那我們先講個最簡單的任務 就是 在我們學一些比較複雜的任務之前 我們先講個就是 這個任務叫 壓縮解壓縮模型 什麼叫壓縮解壓縮模型呢 就是我希望啊 我希望把這個圖啊 就是經過一個encoder 這encoder叫 這個中文叫編碼器 經過一個encoder之後 這張圖本來是28x28對不對 就是它總共有780 我需要784個 就是 數值去記錄這張圖 那我希望透過這個encoder之後 它數目變少 就來說 只剩下10個 或者是30個 那我們把這個30個叫code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 這樣是不是相當於資訊壓縮了 因為我本來是784個 數值去記錄一個資訊嘛 對不對 好數值 經過encoder 它變成了 呃 變成了這個 小數的 就數量減少的code code我們 通常中文會叫銀碼 那 接著我們希望 再經過一個decoder 因為這個銀碼你覺得看不懂啊 就是 這個銀碼它剩下 784個數字變成30個數字之後 你一定看不懂這30個數字 原來就是那原來的 原先的那784個數字 所以你需要再透過個decoder解碼器 那再把它還原回這張圖 那我們希望這兩張圖越像越好 那這樣子以後 以後是不是假設我現在想要 我想要把資料變少 我想要做壓縮 那我原圖是不是可以經過encoder 然後變成這個編碼 那這個編碼我就可以用來 主要說傳輸啊 大家聽著懂我的意思吧 主要說 這個我現在手上有 我現在手上有100萬張圖片 然後想要給李俊和 那這個 最好 原來的檔案直接複製過去 也許很大 對不對 或各種原因 反正我們覺得這樣不好 那我可不可以做一件事情 在我這裡 我用一個encoder 把我所有的100萬張圖片 都經過壓縮之後 然後我把我的解壓縮器 加上我的銀碼 100萬個銀碼 丟給李俊和 那它是不是可以自己還原回來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壓縮解壓縮模型 為什麼有用 大家可以了解了吧 好 那 你思考一下喔 它的網路 這個神經網路 會不會要怎麼訓練 就是如果現在要訓練這個神經網路 你的input就是圖片 對不對 output也是一張圖片 output也是一張圖片 對吧 所以說 這個 這個東西 它其實X跟Y我都有了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了 中間的網路 art teacher 無論 我只要 我的設計 反正我們現在神經網路很強 對不對 它可以擬合任意函數 所以它一定是有辦法 弄出一個encoder 跟一個decoder 那我們中間讓它變少 讓它自己去學 學一學它可能就學會了 對吧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這個 那我們把這個解碼 編碼解碼這樣一整套 叫自編碼器 為什麼它自編碼器 因為它自動 自動就可以做這個編碼解碼的工作 好首先 我們一樣先把這個data把它輸入進來 我現在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這個 這個模型 這個模型是幫助大家理解 這個模型在醫學上我覺得沒什麼用 用處很有限 但是 但是這個 我們要從這個模型開始往後推導 推導到後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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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後面的模型就會有用 但是你要先學這個 好那我們 我們先把這個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圖片 欸 我沒有把圖片讀進來 好把圖片讀進來 那這是一個8嘛 對不對 那這個8它背後就是有 它背後就是有這麼多數值 它其實這一堆 可以透過某一種特殊的構型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8這個數字 對吧 好可以了解 可以了解以後 我們先把training跟test的資料寫出 這一個 這部這個之前我們就做過了 好這部我們之前就做過了 好接著我們要 我們要來做一下就是 就是我們要把這個 用mxnet來構建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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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是用這個 就是我們一樣 我們現在是要把這個圖像做輸入 對不對 好最特別的地方是 我們的輸出 就是圖像本身 這樣懂得用意思嗎 我們 本來是在做手寫數字辨識喔 可是我們現在把那個 就是 數字那個 variable 把它去掉了 我們現在的 label 就是 圖像本身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我們 然後我們再這樣複製下來 好這個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用 使用這個 字編碼 使用這個 iterator 好這個 value就是 data就是8 對不對 好最重要的是這個 如果我們 如果我們把value 改label 它還是同一張圖片 這樣可以理解吧 你們可能看不到變化啦 我們把它改2好了 好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喔 就是 現在的 data y就是 x本身 這樣可以 好 我們繼續 好那我們來定義architecture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architecture 我們 我們 它有哪些原則需要滿足啦 它其實就是希望中間變少 然後之後變大嘛 對不對 所以說 你看我現在寫的architecture 是一個最簡單的architecture 你看一下 data進來之後 data原來是784個數字 對不對 我們先經過一個 隱藏成只有128神經元的 Fully connected layer 然後變 然後經過radio之後 再變成32 然後encoder 對不對 好接著 encoder直接丟過來 然後 128 變成fc3 然後接著變784 784個 再把reshape 變回decoder 那這樣是不是28x28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那我的decoder 我跟我的 我的 這是我的預測嘛 對不對 我的預測跟我的 label 他們是不是 我直接做 簡單的這個 呃 假如說殘叉平方核 就這樣子而已 我就做簡單的殘叉平方核 它的數值做殘叉平方核 好那我們現在來 我們現在就來 試一下 這樣的一個網路 我們訓練出來會怎麼樣 注意一下喔 中間一定要少 你如果中間多的話 它就不用壓縮了嘛 這樣懂我意思吧 就是你 784個數字 你傳到中間 如果你才784個數字 那這支成績網路完全不用做事啊 所以中間數值一定要變少 變少再變多 這件事情很重要 好我們先按sauce 好接著 我們來訓練 我們來訓練這支網路 好我們adden 訓練 好在訓練的時候 我希望你們也做到這一步 好不好 因為這個模型我們等一下要拿出來做一下 做個玩具 好我現在把螢幕還給你們 好那我們已經算完了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這個模型效果如何 那我要跟大家講一下就是這個壓縮夾縮模型 就是比較難去衡量它準確度如何 我們大概要用眼睛看 我們就看一下像不像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環境度高不高 大家看喔我把test data讀進來喔 我沒有用training data training data當然會做得很好 對不對 所以我把test data讀進來 那我來看一下 等一下我上面秀的是壓縮前 欸這圓圖然後下面秀的是壓縮後 我們來看一下 哎呀這個這個這個還要打個lesson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 好大家看覺得像嗎 還蠻像的對不對 這個看起來是不錯 沒有 好可是問題是 我們的關鍵並不是 就是這樣這個模型其實沒有用 因為這個模型沒有用在哪裡 它all in one了對不對 它同時壓縮又解壓縮 重要的是我想要中間那個東西啊 所以我必須把這個模型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壓縮器encoder 一個是解壓縮器decoder 對吧 這樣我才有辦法 我這樣才有意義啊 好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把模型拆掉 哦哦是 既然這個是練習啊好不好 試著去把模型拆出來啊 好不過 就是按照目前我對大家了解啊 就是大家對mxnet熟悉程度 這個應該是做不到的 那我們直接看答案 我們需要把encoder 注意一下我怎麼做的喔 我們需要把model把它叫出來 就是我們現在的model裡面的東西太多了嘛 對不對 我就要把model叫出來 然後我把它all layer弄出來 然後把encoder output找出來 好這件事情重點 為什麼要這麼做喔 因為 我們其實是要中間的那一層對不對 這是不是跟商傑克我們教的 轉移特徵學習非常的像 好所以 我們就把 我們這樣我們就拿到中間的output了 我們把model繼承了以後 我們encoder output變成它的這個結構 然後剩下的是把它的參數做個更新 它的重點是 我的參數只希望 我只希望我的參數剩下 fc1跟fc2 就是encoder 就是前面兩層的encoder 這樣我這個encoder就可以用了喔 我們可以來試一下 好我們把我們把我們的encoder model拿來預測 我們的test x 我們得到的就是我們的zip code 我們zip code這樣第一欄 欸這就是我們的第一張圖阿 這就是我們的第二張 欸 這就是我們的第二張圖 這就是我們的第三張圖 這下看起來還不錯吧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 解壓縮模型就比較麻煩了 我們要重寫 因為我們的input只能是data 它只能夠 從 開始然後結一半 然後拿前面的 它不能夠結 中間到後面的 注意一下這是 程式的限制 那我們需要自己去產生 decoder decoder 好我們產生decoder的結構了以後 那我們接著把decoder的 decoder的這個參數填進去 好這是我們的decoder model 那我們的decoder model它的參數 它的參數只有fc3跟fc4 這樣可以吧 好接著我們把這個模型拿來運用 好你看喔 我們 我們把我們的 我們直接用zipcode 我們現在的input變zipcode囉 zipcode用decoder model做夾縮 夾縮完了以後 我們把上下接壓成1 然後再來秀圖 好這樣看到了吧 我這20張環境回來的 都還可以吧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喔 好 所以 我們現在是不是把模型拆開了 好 模型拆開了以後 我們有幾個 有趣的變化要做 這個我希望大家還是親手勢 什麼勢 來 你覺得 你覺得 這個解壓縮模型 它的input是不是就是zipcode 這樣配吧 這個zipcode 這個zipcode 它看起來有點像亂碼對不對 這個亂碼 所以decoder有什麼用處 它是會把亂碼變回圖片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如果想要生成一張新的圖片 這邊 這邊就有一點用囉 我說有一點用就是 這個 我們本來不是說 Autoencoder在醫學上沒什麼用 對不對 你不會想要 醫學上 你壓縮了絕對會 降低它的這個 就是 準確度嘛 對不對 醫學上我們通常 不是很care的空間 對啊 我們更care的是準確度 我們希望那個圖 越遠死越好 對不對 所以 壓縮假縮 在醫學上沒什麼用 可是問題是這個 欸如果要生成一張新的圖 這會不會就有點用 這有 有一定的機會有用嗎 隨便舉個例子來講 這個 我們現在如果要隨機生成一張心肌梗塞的圖 圖好了 圖好了 這個你如果直接拿病人的圖 這搞不好會有各種什麼隱私問題啊 對不對 那如果可以用生成的這樣多好 對不對 這個 這個是不是還不錯 好 所以說 欸這個 如何生成一張圖片 這就是我們會關心的事喔 好了 可是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 現在來做個實驗 就是我們 隨機的給他一些亂碼 這是真的是Random出來的喔 這是Random的ZipCode 這真的是Random出來的喔 然後我們把這個模型拿來做 把Random的ZipCode 丟進Decoder模型 這樣可以吧 好 壓完之後 我們把這個圖秀出來 好 這個 你看到這個圖像數字嗎 不太像 對不對 欸可是 可是啊 它是不是有一些輪廓了 也就是說 它至少不是 全隨機的亂數嗎 這樣你懂我意思嗎 你全隨機的亂數 那你出來就是 你應該有看過那種雜訊的圖嘛 對不對 就是 它就是真的雜訊 那這個看起來它有一點這樣子的 對不對 只是還不是很好 所以說 欸這個數 欸這個 怎麼可以 怎麼可以弄出這麼大的 這個 好 沒關係我也不知道 你會發現你隱約看的到數字的形狀 但是 畢竟 你輸出的是 你輸入是亂數啦 所以你不是很清楚 就是這個圖其實解析度是有問題 就是 它其實沒有那麼像 這個數字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再來想一下 就是 這個 如果這個模型啊 它還有什麼用 就是你的壓縮解壓縮模型 除了可以拿來做 這個就是 可以拿來做生成 但是生成的不太好 注意一下 生成這件事情 我們會 我們除了這節課以外 我們還會花三節課 去一步一步的強化生成模型 所以你先不要急啊 你現在看起來很爛沒有關係 就是我們會一步一步 再教一些新的 技術去 讓這個生成模型變得更好 這樣可以吧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喔 這個 生成模型 它也是深度學習一個分支任務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也就是很多人在研究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壓縮夾縮模型 它還有什麼好處 它可以拿來去雜訊 我們想一下它為什麼可以拿來去雜訊 你有沒有注意到 它在壓縮的時候 它要盡可能保留大部分的資訊 對不對 那所以如果你的圖 原始圖有一些雜訊 它在壓縮之後 這個雜訊可能就會消失了 好我們來試一下好不好 好你注意一下 我們把原始的圖弄過來之後 我們故意給它加一些Random Error 我們故意給這個圖 圓圖加Random Error 我們把圓圖加上Random Error之後 我們直接經過 壓縮夾縮模型 我們沒有把它分開喔 就直接通過那個模型喔 然後我們把圖畫出來 你看上面是 圓圖有雜訊對吧 那出來它是不是就沒有雜訊 這個好像也有點用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你們 就是你們 像 醫學上的圖比較少有這種雜訊的 可是實驗的圖很多啊 有時候像電子顯微鏡的圖 常會有雜訊 那你是不是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把雜訊給去掉 邏輯是什麼 因為 如果說 這個壓縮解壓縮模型啊 它的原理 其實就是把 A這個東西 它經過壓縮 它就是壓在一個很小的空間裡面嘛 對不對 這很小的空間裡面 它 只有很少的資訊可以被留著 那不重要的資訊就會被丟掉 那模型會知道 如果我要最大化 讓我的原始圖跟 這個Input跟Output要很像的話 那我要 雜訊是沒辦法學的啊 對不對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它必須 大部分都是學會那些 主要的 主要的這個結構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你看 其實深度學習它 深度學習的這些模型啊 我們最開始的時候教了很多 那個你看起來都沒什麼用 它可以拿來做 也不會說沒什麼用 但它可以拿來做輔助診斷 但是老師它其實不是劇組哪些 而是我要去學習認識很重要的事情 對 我們可以這麼講 就是它 它最主要的工作是 去認識 這個0應該長成什麼樣子 那它把它壓縮成某一個數字之後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它壓縮到一定數字之後 它就告訴你說 假如說就壓縮到剩兩個碼 17就代表是0 那28這就代表是1 類似這樣 那 在這壓縮棍 它都已經壓到這麼少了 那它就 它還原回去的時候 那個雜訊就會不見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因為它的資訊要經過一些去處 它一定要 精簡出一些重要的資訊 然後留在這個 就是這樣留在銀碼裡面嘛 對不對 那 那 這個 這個 就是這樣子的話 這個 有一些Noise它就會被去掉 你還原回去會不會失真 還原回去當然 還原回去當然是有失真啊 你說 你說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不加雜訊 我們來看一下還原回去有沒有失真 有失真對不對 有一些糊掉對不對 好可是 加了雜訊以後咧 你有沒有注意到 它跟本來的好像還是有點失真對不對 我說前面的圖跟後面的圖 它還是有一些雜訊的影響 可是它是不是就沒有那麼雜 好 所以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壓縮解壓縮模型是一定會失真的 壓縮解壓縮模型本身就是會讓東西失真 可是我們現在是 我現在用 跟你們講說 去雜訊這個 是利用它失真的特性 在真的圖裡面 它有一些Noise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那我現在在利用它會失真的這個特性 把重要的資訊留下來 那你會說為什麼它不留下雜訊 為什麼它會留下那個手寫數字 更好辨識 欸不是更好辨識 你要這麼想喔 error random error 是沒辦法預測的 模型只會去學校有辦法預測的部分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這個數字它是可以預測的 它長什麼樣子就是那個樣子 就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可是如果有些Noise 這些Noise如果是真隨機 它是沒辦法預測的 沒辦法預測的東西模型就不會學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所以說 這個 這個壓縮解壓縮模型是真的很好玩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在我們到介紹反卷基層之前 我們還是先讓大家把這樣的一個過程 把它run過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 就是 我們剛剛是用多層感知機的結構來做這件事 對不對 那多層感知機 它的準確度 它的準確度 就是它相較於卷基神經網路 它的準確度 可能會稍微低一點 然後 它需要的 那個 參數可能要更多一點 就它模型又更難訓練啊 然後訓練出來的performance又不好 那我們剛好今天處理的是圖像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 就會想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用卷基系來做這件事情 就是卷基神經網路來做這件事 好可是 有個問題是 卷基盒 它是把東西變少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它把東西變少 就本來是 本來圖是比較大的 然後 解取成特徵圖是不是變少了 那我們現在就需要一個東西叫反卷基層 反卷基層英文叫deconvolution 那deconvolutional layer 它可以拿來 把少的東西變多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它是怎麼去walk這件事情 好不好 好來 當你的 原始 原始圖像 它長這樣 好 x x等於 這樣子喔 所以你現在看一下你的x長什麼樣子 你的x是123456789這樣可以吧 好我現在希望透過個filter 這個filter長成這樣 -1 0 0 -1 然後我想要把這張圖變大 我們來看一下效果怎麼變大 我們不要管中間的程式碼 中間的程式碼齁 就是 你回去再來好好看 我們來看一下結果變怎麼樣 來 結果變這個樣子 所以說什麼 這一格是怎麼算出來的 -1 乘以1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接著咧 這一格 這一格是怎麼算出來的 我決定了我決定 我現在想到要怎麼做比較好 我們不要 我不要那麼快 我們現在來做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一步一步看 一步一步看這個 這個圖 它是怎麼變化的 這out它本來是長這樣 這樣可以吧 好 L L等1 L等1 K等1 J等1 I等1 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 它做這個out變成怎麼樣變化 好 它現在這裡 這裡被 1 乘上這裡 然後變成這裡 對吧 可以接受吧 好 然後我們現在把I I變成2 I等2的時候我們再來做一次 欸 它往下對不對 -2 為什麼 因為這一格 乘以了 這一個 這一個 2 它乘了這一個矩陣 它往下擺對不對 啊會不會 是不是有一些地方有重複到 沒有重複到沒有關係 我們在I等3再做一次 好 這樣沒有問題吧 它往下要繼續疊了 好 那I現在要等 等於1回來啦 那J要等於2 我們來看一下 好 它是不是往這裡丟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再來 J等於 J等於 J沒有動 I等於2 再做一次 欸這個數字改了對不對 這個數字是多少 1 加 負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所以這樣子 依此類推 你可以了解 為什麼最後會出現這個數字了吧 你看負4就是負4嘛 那這個是不是它又被覆蓋了一次 欸 這個沒有被覆蓋 它就只有一次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好 所以反卷基層它的整個運算邏輯大概 大概有看懂了嗎 對不對 好 那如果 剛剛那是不服為1的狀況 那不服為2的狀況就簡單很多了 它就是 它就只是把 這些填過去而已嘛 這樣懂我意思嗎 應該非常明顯 因為我故意用了一個很明顯的 就是 例子來給大家看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不服為1 跟不服為2 大概就這樣回去了 好 如果你了解這件事情的話 這個 這個是如果 剛剛那個是 單通道的 就是我 我是 特徵圖是1 出來是1 那如果是多通道的呢 多通道你可能要參考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例子 我們的XCI長這樣子 然後 filter長這樣子 好 然後我們希望 當不服為1的時候 我們把它捲機捲出來 它就是 它還有一個上通道要做 所以它會變得比較複雜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無論如何 我現在這個就不秀完了 無論如何 你發現了什麼事情 它在做什麼 線性運算 對不對 它是不是在做線性運算 所以它的位階 是跟40 connected 還有convolution layer 是完全一樣的 那它在做線性運算 那 我們把它應用到我們的 神經網路裡面的時候 它其實 我不用做太多什麼數學推導 你應該非常清楚 它其實就是把它形狀做了改變 然後變成一種類似卷 類似 舉正運算的東西 那這樣它在求導函數的時候 應該是很簡單的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反正 我們用mxnet 我們也不需要會求導函數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來看一下 我們怎麼把它應用 我們剛剛 這裡是40 connected 這裡也是40 connected 這裡也是40 connected 對吧 可是我們現在把它變 deconvolution deconvolution 回去 這樣可以 好 關鍵是 我們現在在做的時候 你看我們這裡 本來我們非常清楚 128變32 對吧 我們現在8變16變32 我們這樣有變少嗎 我們有滿足變少條件嗎 有喔 來我們做一次看看 你這樣可以更了解 好 我們把它sourced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data 原來是 mx infoship 好 我們在rady1的時候 來看一下 data的輸入是 28 乘28 乘1 乘7 好了 out ships 4乘4乘8 原來8是特徵圖 因為它過了卷機器之後 它沒有完全被壓成0 1嘛對不對 所以它還有4乘4乘8 這樣是多少 16乘8 大概 就是128 對吧 可以接受吧 好那我們再來 過了第二層卷機盒之後 來我們來看 radio2的output layer 2乘2乘16 64對吧 再來 過第三層 encoder 32了 對吧 所以它還是有越變越少 對吧 可以接受吧 好 卷機回去 反卷機回去的時候 一樣喔 就是我們直接看 redu3 好 2乘2乘16 有回去嘛對不對 redu4 好 4乘4乘8 decoder 好這個數字啊 你必須 你必須 你大概可以稍微想一下 這個數字怎麼來的 這樣可以理解吧 卷機變少 你可以想 我用個7乘7的去掃描它 掃完之後 7乘7是變1了 那你有8張特徵圖 所以是49 變8的壓縮 壓縮率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在這裡咧 2乘2 2乘2 注意一下 前面還有8張特徵圖 所以2乘2乘8 我們截取了 32個數字 讓它變成幾個 16個 16乘2乘2 64 64變32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它的壓縮 壓縮率是這樣來的 好 解壓縮回去 這個2乘 這 一開始是32嘛 32 欸 弄回去 變成16 乘2乘2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依此類推 那我們現在有了這個model 有了這個architecture之後 mxnet厲害的力在哪裡 就是 我改了architecture之後 我的所有的語法都不用改 我直接就可以再training一個model 對吧 好現在讓我去training 欸 太不給面子了吧 我來看一下 我來看一下 發生了什麼事情 好我現在管它了 我要現在按sauce 啊 那我這個 我這個怎麼可能會出錯咧 喔開始了 好我剛剛可能忘記sauce它了 好我們現在 就是 我們現在把這個就是 就是讓我們做到這一步 好不好 好 那我們把反卷基層 就是做 就是反卷基層用起來 它其實不難嘛 對不對 就是 你應該會發現就是 改個architecture 把foric connected 變deconvolution 這非常簡單啊 好那我們現在 就是要試一下 這樣用反卷基層做的壓縮解壓縮模型 它效果怎麼樣 好我們現在來試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 欸我我我把這個圖清掉好了 好再做一次 好你覺得效果怎麼樣 也還可以嘛 對不對 還可以可是問題是 參數其實少的非常非常多 你想一下 本來我們 用foric connected的這個網路 參數總共有多少 我們大概算一下 這個網路參數有多少 748乘128 這裡就748乘128 這裡又有個128乘748 所以 這個大概是 二三十萬級的 就是這個 這樣 大概一百乘一千 大概就是十萬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了解 它大概有兩個 這麼大的矩陣 所以它大概有 二十萬 二十幾萬個參數 對吧 好可是 反卷基層 跟卷基層呢 來你看一下喔 這個參數有多少 1乘7乘7乘8 對不對 很少 這用大概 我不算了 但是就很少 這裡參數有多少 8乘2乘2乘16 也是很小 對不對 這裡咧 16乘2乘2乘32 也不怎麼多 啊這裡咧 32乘2乘2乘16 16乘2乘2乘8 加8乘7乘7乘1 這個怎麼算 那就是 搞不好一千都還不到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或是幾 或是兩三千 這是一個用千來算的 和一個前面用十萬來算的 網路效果 performance一樣 這是不是很好 而且參數少 除了算起來快的優點以外 還有什麼重要的優點 不容易過度擬核 需要的data比較少 這樣可以通過 啊卷基層 我們早就知道他省參數了 對吧 所以反卷基層一樣也是省參數 好 還原度也非常高 所以說效果很好 喔我這邊已經幫你們算完了 就是本來現在只用了5960 然後之前是用10萬多 好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那同樣的我希望你們再做一次就是 一樣 就是你們 我們試著不要用mxnet來進行反卷基操作 那我們首先我們要先把 反卷基的這一個運算 encoder把它做出來 encoder做出來之後 夾縮模型長這樣 現在兩個model都有啦 好兩個model都有了以後 我現在就想要把一張圖 這張圖經過input以後 經過encoder之後 這個output 它長成這個樣子 我希望你可以從這裡開始運算 然後 把predict函數這個 decoder這個函數做完input之後 它會變回28x28x1對不對 對不對 我希望你試著做一個 重現這裡到這裡的過程 也就是說 你需要用到 decoder這個 你需要了解 這個input 它是怎麼去做運算 把它運算回來的 這個其實 這個其實前面就是 類似我前面的這個過程 那這個 基本上 我直接貼答案給你們看 但是你們要試著一步一步拆解 首先你就要知道反卷機怎麼做的嘛 反卷機其實就是 給你 x w 跟weight 然後你output的結構要長對 然後它就是 一層一層拆解 然後最後得到它的答案 好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直接用 反卷機層再做的話 我們就直接用 decoder model裡面的 deconvolution layer 我們做完之後 這個output 注意你要過radio 因為 因為我們那個 我們的模型沒有radio 那接著 decoder4 然後myoutput 這個東西 它就會跟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 結果非常像 我們把實際上 output跟myoutput 兩張圖來做個對比 這兩張圖就是長一模一樣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吧 所以他們是 我的運算過程是沒有問題 所以你的工作是你要去了解一下 就這個反卷機層 雖然我韓樹賢這個樣子 他是怎麼去walk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是第一個 我覺得你們要學習的地方 第二個 還有我剛剛其實本來想要講 但是我特別 就是我到現在才想起來 我要講什麼 我們還記不記得 我們前面在教 這個 這個 這個recidual learning 的時候 我們說現在深度學習網路 原則上都要follow recidual learning 去設定 直接的通道 請問一下 字編碼器可以設定 recidual learning 直接的通道嗎 兩個原因當然不可以 第一個原因它的shape會改變 對不對 從大的變小的 recidual learning 不能夠shape改變 第二個原因是什麼 你recidual learning 你做 你下一步 永遠都看得到 上一步的結果 那我還壓縮什麼 所以 在這個任務裡面 recidual learning 是不能做的 你們之後會遇到 我之前不是就講了嗎 recidual learning 是很大的突破 沒有錯 可是問題是 不是所有的任務 都可以用recidual learning 在這個任務裡面 它就是不能用 所以如果很不幸的 它遇到了t度消失問題 你還是需要其他的method去解決它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邊特別提一下 好我們一樣 花一些時間 讓你到這裡好不好 讓你到這裡 然後我們再來講 第四節 今天的第四節 那我們現在已經非常熟悉 就是 autoencoder 這個模型其實 就是 第一次聽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現在學了之後 覺得蠻簡單的 對不對 那應用也還不錯 它還有一個 很特別的應用方式 就是 也不是完全沒有用 好 首先我們先 做一個實驗 就是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它可以壓縮了 對不對 那壓縮 壓縮 它真實的數學意義 到底是什麼 我們現在來做個實驗 就是我們現在 得到的這個zipcode 它是一個32維的 這個zipcode 它是一個32維的這個 它32維的向量嘛 對不對 那我們沒辦法去看它 就是 我們想要視覺化 那我們視覺化 我們要做什麼咧 我們把 這個32維的 數值再壓成2維 這樣我們就可以視覺化了 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把每一張 每一張圖所對應的zipcode 把它點到圖上面 把它點到圖上面之後 我們再來用 這個 我們用PCA就可以拿來降維 就主成分分析可以拿來降維 好那 這個 你如果不想用主成分分析也可以 那你就 再做這個 就是 第一個是還有其他降維技術 第二個是 你在做壓縮解壓縮模型的時候 你就故意把它壓成兩維 二維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那我們把它壓縮 PCA壓縮完之後 我們用 手 我們用數字的那個 就是手寫數字的這個 顏色讓它去著色 好你看到了沒 你覺得這張圖是不是 你可以大致上看得出來 有一些 同樣的數字 它似乎在空間上是類似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欸你看 這個 0是不是比較接 0 0是不是都在這裡 1 是不是都在這裡 欸 7 是不是都在這裡 好我們再換個講法好了 來 這個 呃 紫色跟 紫色跟 這個 綠色 好像 非常的接近對不對 那紫色是什麼 紫色是8 啊綠色是什麼 3 8跟3本來就有點接近了 對不對 他們其實差別沒有很大 紫色還跟這個 這個顏色有點接近對不對 這個顏色是什麼 2 2跟3 和8 都應該還算接近吧 對不對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你發現了什麼 這樣的一個壓縮模型 它這個銀碼 就是ZIPCode 它有什麼樣的特性 就是在壓縮 它有什麼樣的特性 它會把 原來 原來 比較像的東西 讓它在銀碼的時候 數字比較接近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這件事很重要喔 就是本來 本來很接近 就是本來是 就是本來很接近的東西 本來就是 它本來樣子長很像 那銀碼就會很像 這是不是一種學習啊 就是它學到了一些東西嘛 對不對 你現在思考一件事情喔 如果今天 它的銀碼很像 那我直接拿這個銀碼來做分類任務 假設我現在要做手指數字辨識 我要做分類任務 那它是不是 就是 我就只要建一個 搞不好建一個現金回歸就可以了 建一個現金回歸要的樣本 是不是可以比較少 比起你要做深度學習 是不是會少蠻多的 可以接受這件事吧 那我現在有個大膽的idea 就是 我做壓縮解壓縮模型 我需不需要label 我不需要label 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我今天如果 我今天想要做一個 凶部X光的預測模型 這個凶部X光 要多少張 就有多少張 也沒有那麼多啦 三星總院大概兩百萬張 但是問題是 是不是很容易取得 就不需要label的狀況下 是很容易取得 可是問題是 如果我想做的模型是 辨認這個凶部X光 有沒有這個 有沒有這個 非結合好啦 我是不是就 這個 我是不是就要 可能要醫師判讀啊 或者是什麼 是不是就很麻煩 那我現在 既然我現在知道 模型 如果一個 凶部X光 經過壓縮在解壓縮之後 這個壓縮之後的這個銀碼 是有意義的 長得比較像的凶部X光 會不會放在一起 那這樣我是不是可以先用 壓縮解壓縮模型做 Pretraining 那Pretraining完了之後 我把這個權重留下來 拿來做轉移特徵學習 那這樣是不是 一個很棒的idea 你注意一件事情 然後轉移特徵學習 我們上一節課 就有教大家 對不對 那個時候我們還覺得 這個轉移特徵學習 這個一定只能夠先用什麼 ImageNet啊 或者 這個好你肺結合我沒有 那我先用 凶部X光訓練 怎麼看這個 就要說 看有沒有氣胸 好了 學會了以後再來學肺結合 這聽起來邏輯都還不是很通順 啊我們現在用自編馬器 來做轉移特徵學習 邏輯是不是通順多了 可以吧 好那我們現在來做個實驗 好我們的實驗就是 我們現在有一個 subtraining data 這個subtraining data 它只有500筆資料喔 所以只是真的很少喔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吧 是真的很少 好欸這個 好這個subtraining data 是真的很少啊 那我們的encoder 注意我們現在這個encoder 是用subtraining data做的 然後我們的y就是它的數字喔 我們的y就是它的數字 這跟我們剛剛的 這跟我們剛剛的encoder不一樣喔 剛剛的encoder那個y 那個y是 那個y是圖像本身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現在來 我們現在來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 手寫數字辨識的網路 那我們現在來看喔 我們現在的 手寫數字辨識的網路 進去之後 都是用跟剛剛 這個跟剛剛那個就是 呃 字編碼系完全一樣的encoder的結構喔 只有插在最後一層 本來最後一層到這裡就encoder了嘛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把它改成一個 Fully connected變成10 變成10 然後10個輸出softmax出去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source 然後接著on minor 好我現在要來做訓練囉 這個訓練會非常快 因為那個網 那個data實在是太少 這樣懂我意思嗎 它只有500筆阿 所以一個epoc一下就過了 好我們訓練100代 然後來看看performance如何 好我們來做一下 我們把testdata拿過來做預測啦 好 performance77 很差對不對 不知道這是正常的 因為我只有500筆數字阿 這個 本來就不可能訓練的 跟本來那個幾萬筆一樣好 對不對 好那接著 我們再來做一個實驗 就是我們現在在training前 我們在training前 我們把剛剛的那個 model的 encoder model的 權重把它填進去 所以我現在不是隨機出實話囉 我有先填入encoder model的權重囉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我在這裡我填完了以後 我要訓練的時候 我要把model的權重把它放進去 這樣可以吧 好我再訓練一次 注意一下 除了在我們訓練前 我們先 記住 他本來的軌跡 他本來一開始是0.23 0.22 0.22 對不對 因為他是從頭開始訓練的嘛 所以loss 下降的有點慢 我們來看一下喔 你看到了沒 他loss降了有多快 為什麼 因為他本來就已經學會啦 他只是還要把剛剛學會的東西拿來做分類任務嘛 這樣懂我意思嗎 他本來就已經那個 他本來都已經長這樣了 幾乎就是線性回歸的樣子啦 可能線性回歸就可以做了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他的performance 83% 這performance有巨幅的提升啊 所以說 這一個 就是這一個 壓縮解壓縮模型 他不只可以拿來做 就是你看他的用處到底有多少 一開始我們講那個用處沒什麼用 後來 這個去雜訓 生成 生成的不好 那我們先不談他好不好 那這個去雜訓 就有一點點用了對不對 原來他最有用的是這個 他可以拿來做 轉移特徵學習 因為你在醫學上 這個沒有Label的數據實在是太容易取得了 對不對 要多少多少 可是問題是 這個 這個 有Label的數據很難取得嘛 對不對 那我們用他來做轉移特徵學習 是不是就 感覺還可以 對不對 好 而且Loss的下降 軌跡是非常明顯的下降 就是變好的 這樣可以吧 好那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啊 就是 剛剛我們做的實驗 有一個問題 這問題是什麼 自編碼器 如果我們要做自編碼器 它需要滿足什麼條件 它的 中間要變小 對不對 它的 Hidden Layer 它的 Number Filter 不能太多 那可是問題是正常的捲機網路 沒有人這樣設計的啊 對 你懂我的意思嗎 正常的捲機網路 它應該是 它應該是可以允許它變大的啊 甚至 可以接受裡面有Recedure Rending之類的啊 好 所以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我們希望 我們的捲機網路 變成正常的Size 它剛剛這裡本來是8 16 然後32 對不對 我們把它變回正常的Size 這個 16 乘32 乘128 那這個正常Size的捲機層經網路 雖然 雖然它 雖然它 雖然它一樣是用500個Sample 它真的是500 500個Sample 但是它的Performance會好上非常非常多 甚至比剛剛做轉移特徵學習的時候還要高 好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Performance啊 它現在就88%了耶 剛剛沒有做轉移特徵學習是77%對不對 有做轉移特徵學習83% 現在我只是把網路變大 我什麼都不管 它就快到90%了 所以如果給你選的話你一定選這個網路對不對 對不對 好所以我現在請你做一件事情 就是 我想試一下 這個網路拿來做壓縮解壓縮模型 它一定有問題啊 因為它中間有變大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可是 可不可以請你試著做一下 就是 你還是用這個 你這個 這個顯然不滿足自編馬系的規則 顯然不滿足自編馬系的規則 但是我們還是試著用它來做一個 就是我們 還是試著把前面的結構拿來做encoder 然後我們來做個 然後我們還是先訓練一個 Autoencoder 然後訓練一個Autoencoder 再把它的權重拿來做 初始化 轉移特徵學習 然後再訓練一個model 看它Performance會怎麼樣變化 好不好 這個實驗我就希望你們親手做啦 你們就 就是可以貼答案 但是要慢慢貼 不要貼的太隨便 因為這個實驗 你不一樣 你不想寫程式的這個不一樣 好不好 你就直接貼就好了 你就感受一下 我透過那個 我這節課就是 不想寫code 真正沒有關係 我們就透過我的 這些簡單的小實驗 這些實驗我都設計過啦 就是它很容易很快就會有答案 透過這些簡單的小實驗 讓你去理解說 這件事情 但是在做之前我們是不知道 對不對 來我們試一下好不好 這個 這個語法的部分 就是 大家不見得要 真的學的那麼會 對不對 所以大家要把這個idea記住 某一天你要用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在哪裡 然後你去大概參考一下這樣 那我們 這節課以後 開始會教非常非常多種應用 不是每一種 你每一個人都要學會 就是 你可以只學你想喜歡的部分就好了 好 那arch teacher的部分 上面的部分 你就必須跟它長一模一樣 除了 到這裡為止 到這裡為止 redu3 之後 你就要變成 encoder 那它就已經變128了 所以它就是encoder 你就不要redu3了 你本來是redu3接fc嘛 對不對 那你現在就是 直接到encoder就出去了 然後接著就 decompulsion回去 好 所以它的結構就長這樣 那複製完了之後 開始訓練 那我已經訓練完了 這個網路要訓練比較久 我剛剛已經訓練完了 那訓練完了之後 我們下一步就是要把 這些結果貼回去 把 這樣的一個model 把它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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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它的這個 就是 參數 填到我們的這個 就是 新的這個 就是新的這個 模型裡面 然後我們再做一次訓練 我們再做一次訓練 一樣 你看它的loss降了有多快 比起這前面 我們等它跑完好了 這樣比較好比 你看它大概在前 大概 痾大概 第三步第四步的時候 就已經降到0.01以下 對不對 它第五步就已經降到0.01以下 你看 在這裡 0.01以下 它要降到0.01以下 它大概需要到第二十幾步 才可以降到 好所以說 你可以看到 其實Pretrain還是有好處的 對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 model performance model performance也有上升喔 所以你看 雖然自編碼器 被規定 它一定要慢慢變小 而即使是這個樣子 即使我沒有讓它慢慢變小 它還是有可能變大 它 performance還是有可能上升喔 還有你要非常注意一點 而且 現在因為我的圖 是 28 乘28 乘1 它自然 卷积 就是它自然就是 因為它原來的數字 就已經太少了 所以它當然要壓縮 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可是你思考一件事情喔 如果我們今天 如果我們今天做的是 一般的圖像 比如說 我們之前做的時候 不是都什麼 224 乘24 乘3 這樣子的一個大小 那是個12萬的數字耶 它要做壓縮 是不是其實 即使是個大網路 對它來講 可能是個壓縮 所以 我們這邊想跟大家 強調的一件事情是 是用自編碼器 先做一個自編碼器 就如果你手上的 沒有label data 夠多的話 沒有label data 相較於有label data 有壓倒性優勢的多 有壓倒性優勢的多 怎麼要叫壓倒性優勢的多呢 至少也要10倍以上 那這樣子的話 你先做一個自編碼器的 這個就是 先做一個自編碼器的這個壓縮 然後解壓縮 然後再做一個 就是 轉移特徵學習 那performance 通常會有 提升 不見得會提升很多 有時候跟你的任務啊 什麼是有關的 但是通常會提升 所以說 這就是自編碼器的一個 進階的應用 所以自編碼器 到目前為止 到底有多少應用 我們現在數一下 第一 它本身就有一個 壓縮解壓縮的應用 對不對 去雜訊的應用 對不對 深層圖像很差 但是這個 深層圖像很差 這件事情 下一節課 會教一個 新的自編碼器 那個變分 我現在講出變分 你們根本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下一節課的時候再講 好不好 它可以拿來生成圖像 最終它還可以拿來做 轉移特徵學習 也就是說即使你是想要做一個 一般的 就是 輔助診斷的工具 一樣 也許會有用 也許會有用 好不好 好那 最後我們再來看 它還可以做什麼事情 還有兩件事情 它可以做 第一件事情是 這個 堆疊自編碼器 可以拿來做在這個 就是 可以拿來訓練深度神經網路 我要先跟大家介紹一篇 paper 這篇 paper 我們也不看內文 好不好 你只要知道 這一篇 paper的作者 欸 Geoffrey Hinton 這個 聽起來就是重要的 他寫論文 我們就應該要好好看一下 對不對 好 那他在2016年的時候 發表在哪裡 這是什麼雜誌 這應該還可以吧 Science Science 應該還足夠 你很尊敬啊 那這篇 paper在說什麼 咧 我直接跟你們講 這篇 paper 是第一次提到 深度學習這個特點 就Deep Learning 是在這篇 paper被提出來的 那你要知道 在2006年的時候 沒有人會訓練 深度學 神經網路 為什麼 因為T度消失嘛 那他提出了什麼idea 來訓練 深度學 神經網路欸 當然不會是 這個當然是被淘汰的方法 但是我們還是看一下他怎麼訓練 好不好 來 如果你思考一下 如果你一開始 有一堆資料 這是你的圖片 欸 你如果只訓練一個 就是壓縮解 你如果訓練一個壓縮解壓縮模型 它只有兩層聲 這個難不難訓練啊 這個應該不難訓練吧 因為他乘數只有兩層聲啊 所以他應該不難訓練對吧 可以接受吧 可以接受吧 欸 那你有沒有想過一個 有趣的事情 我可不可以這樣子 我 這原圖 這原圖 原圖變銀碼 再變回原圖對吧 好那 接著這個模型 我訓練完之後 這個銀碼 我是不是可以留下 那我再訓練一個新的網路 銀碼到銀碼 那產生一個銀碼二 那這樣 這個網路很好訓練 這個網路 好不好訓練 也很好訓練 因為他沒有 他的 深度就是很很淺啊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我們再做一件 那銀碼二我留下了對吧 那我是不是可以再訓練一個 銀碼二到銀碼二 產生一個銀碼三 那依此類推 我是不是可以訓練出一隻 很深的自編碼器 這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是他 那篇Science paper的圓圖 圓圖 就Figure 1 了解他在做什麼了吧 一層一層訓練 一層一層訓練就是這個樣子 最後把它連在一起 那你說訓練字編碼器可以幹嘛 你把後面Decoder去掉 這個不是可以拿來做分類模型嗎 我們剛剛不是證明過了嗎 所以他的訓練的方式 這一篇paper他提出的訓練方式 就是這個方式 利用自編碼器的特性 你覺得你有沒有覺得這篇paper 這樣也可以上Science 這個我也想得到啊 是不是 你覺得你想得到嗎 蛤 很有趣 很有趣 所以說他要 所以說他 因為每一層都有一些失真嘛 對不對 所以他全部一起做過來之後 他還要在 他還要在Find Tuning 就是還要為一條 整個大網路要一起訓練 可是 每一層的參數 就比較不容易會T2消失 因為每一層的參數 就比較不會說什麼 發生什麼Radio 讓他全部都變0啊 或什麼之類的啊 你要注意在那個時代 Benchimulation都還沒出來啊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個時候真的是 而且也沒有Aden 就是那個時候真的是 沒有什麼人在做這類的研究啊 那我要跟你們講 其實這個idea齁 你如果問我的話 我是覺得很多人想得到 不會只有他想得到 即使在2016年那個當下 只是說 在2012年以前 真正在研究神經網路的人非常少 因為他Performance不好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那個時候還願意 好好做研究 然後好好做實驗 證明自編馬器有用 那大概就只有他要願意啦 好這樣當然我們隨著時代演進啊 我們現在要解決T2消失問題 不會用這麼low的技術 你知道這麼low的技術缺點是什麼 就是你要寫好 你的程式要寫很久 寫很長啊 對不對 然後你的時間 訓練時間也要很長 那現在 用recidual learning 就解決所有事情啊 你如果recidual learning 不能用 還有Bench Relation 還有Aden 可以用 哪輪得到這個技術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技能 這個已經被淘汰了 所以你去找這邊science paper 你會發現他被引進次數不多 但是 不多是指說沒有到 破萬 那還是有個幾千啊 好不好 還是有個幾千甚至 搞不好超過一萬啊 但是就是 沒有recidual learning 那麼誇張 但是 就是他還 就是 這邊就是已經被淘汰了這樣 好那我 來講一下 自編碼器這樣的結構 還有一個很好的用法 就是他可以拿來做 解析度的提升 怎麼做解析度的提升 欸 你的原始數據 假設是256x256 假設 那你可不可以故意把你的input 變成64x64 那你這樣讓64x64的data 進去網路 再還原回256x256 那這個256x256就是你手上的答案 那這個網路是不是就可以拿來做 畫素的還原 我把這個技術叫解解碼 就是本來是馬賽克嘛 對不對 把它進成解碼 那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東西 欸他非常好用喔 就是他也不難訓練喔 因為你手上只要有高畫質的影片就可以了 對不對 那你只是故意把高畫質的影片變成低畫質 然後讓這個 就是讓這個model去學習 欸很多電影 那個 就是古時候拍的電影 那畫質都很差啊 對不對 對不對 啊 手上有高畫質的電影 這有什麼難的 對不對 現在要多少多少對不對 欸你把它全部訓練過之後 你就可以拿來做這個 就是等於說高解析度 影片的這個重新合成 這樣懂我意思吧 欸所以 欸可以啊 就是 我意思是說 你要做神經網路 要拿來做高畫質影片的還原 其實也沒有這麼難嘛 對不對 其實你只要有足夠多的高畫質影片 那你可能就可以還原的回去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欸你現在有沒有突然覺得這個 神經網路的應用真是多啊 對不對 而且 而且是不是離你們沒有那麼遙遠 好像不難 因為這就是類似的技術啊 那 你可能應該不會覺得 把 前面的X 維度 縮小 建這個網路很難吧 你encoder少幾層就好啦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你 decoder就一樣多層嘛 對不對 好 所以說 這個 就是 這樣的一個 自編馬器的這個模型 真的是很好用 那 當然現在因為我們有 眾多的工具 可以解決深度學習 T度消失的問題 所以這些應用通 都是可以做到的 在以前這樣很難做 你想想看在 Jeffrey Hinton這個時代 他容易做嗎 他不容易啊 因為他一壓就變引馬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他想要把 施真的圖還原回去 他深度不夠他也沒辦法做 所以在這個時代是不容易的 在我們現在 這麼多工具 這麼多 先進的技術 可以幫助我們訓練深度學習 其實要 解除馬賽克 其實沒有那麼難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是模型的輸出啊 這是Ground Truth 這個是 他這個還原回他 你們覺得像嗎 夠像吧 其實 這樣子 如果能夠還原成這個樣子 可能對什麼警察來講 就夠用了 看得夠仔細了 這個人也許可以想辦法 認識他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但是這個 是絕對不可能認得出來的 好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今天 就上課上到這裡 今天最重要的就是 教大家 自編馬器 這個看似沒有用的model 居然有這麼多種應用 然後 再告訴你反卷基層 這個新玩意 那我們在之後 我們在下一節課會再教大家 自編馬器的進階應用 就是 還有一些其他進階應用可以做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教大家生成 除了生成他還有其他用法 那我們下一節課再教大家 那我們今天就上課上到這裡 實驗還沒做完了趕快再繼續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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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